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 这个桑胜树下 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桑胜的这个功效和作用 正好这个季节桑胜 有些都熟了 都落了一地 这个 这是我们一个平时 很常见的一个果实 同时也是我们一个常用的一个药材 这个桑胜的作用 它主要有补益甘肾的作用 同时桑胜可以健脾胃 助消化的作用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药食通源的一个果实 所以我们看这个桑胜呢 它是黑色的 黑色我们都知道啊 它是入肾的 它有补干益肾的作用 有污发的作用 可以就是使我们头发这个由白变黑 特别是这个一些中老年朋友啊 有些人早生白发 那么可以用这个桑胜 再有呢 它有助消化啊 又可以健脾胃 还有呢 它有能补血 它这个这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个 铁元素和维生素C 等这些微量元素 我们平时呢 可以直接这个食用 那么也可以呢 我们泡酒 泡酒里面啊 这个酸甜的啊 这个酒的味道呢 也非常好 可以泡酒喝 每天呢 一两具有补干一身的作用 那么另外呢 这个桑胜呢 它还有这个安神啊 助眠的这个作用 有些朋友啊 有的时候反正睡眠睡不好 它也可以有这个助眠的一个功效 当然这个桑胜呢 是虽然好啊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不太适宜 因为它这个性味啊 是偏寒啊 偏凉啊 那么一些这个脾胃虚弱的啊 虚寒的 那个容易大便吸糖的啊 这样的一个体质啊 是不易服用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呢 如果有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